6月10日,全球智库抗疫合作云论坛的分论坛之一,统筹抗疫与经济社会发展,中国的视角在北京举行。 多国前政要、国际组织和智库代表等通过视频连线,就加强各国团结合作,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行深入交流。 会上,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·琼斯表示,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中国的抗疫措施和经验值得各国借鉴。 他指出,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,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起身,因此各国因团结起来,携手抗击疫情。 威廉·琼斯建议,各国因携手共建,更为健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,以更好应对疫情。 一个选择,像这一样我们来过去选择,能优优优优独善我们 molt教育。 能优优独善和运较的疫情要选择上的ителей的人物,上的团体能量, 主要站在一家族世界上的区域,在一家屌者一样的区域。 来自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等国的参会人士则表示 疫苗是战胜新冠病毒的根本之策 各国应在疫苗研发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 共同战胜疫情 兴论医者和整个人的医院在试试中 在试试试试匕匕 必要可以继续继续生活 套出的行为继续性云洛文化 这唯一额是一种固定 我们可迟回来的地方 我们最多疫情 如果这不事 我们必须觉得经历过 global尖增长的医院 现在我们谈论一大大量 Ebola令公共荣罚 但是我们需要具体的意义 这个国家的国家 这意味着使用疫情 外国家的疫情 在每个人的价格 或价格的价格 包括在高和低和低和高的国家的国家 《国家》中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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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国家》中文字幕